我们的跟中华民国是完全是生命一致的 那我们共同都是捍卫中华民国 南英主帅朱立伦办起自家国庆酒会 邀请各国驻台人员身上不忘别着国旗徽章 但过去党内党务主管陆军少将退役的 国民党前黄复兴党部主委张又霞 遭人指控涉嫌亲共 在2024年8月底出席香港统战活动 还疑似其力听中共国歌 国防部决议裁罚张又霞停止领受5年75%退缝 国防部做这种处理肯定不得已找 没有关系犯了什么错 你把凭据拿出来吗 张将军一定是忠于中华民国 一定是我们站在中华民国这一天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也希望他能够捍卫他的清白 目前张又霞也为请律师提出救济 呼吁相关部会要陈楚请拿出证据 毕竟这回陈楚下来 张又霞从8月20号开15年 9万多元的月退缝 只剩下2万多元能力 数目不小 自家主帅这回也力挺 就判陈楚已定 但也要有证据才能说服人心 东升新闻中心综合报道